你敢相信眼前这位瘦弱的老人 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儿子吗 更令人意外的是 当老人被逮捕后 231位村民居然联名求情 大量村民来到法院楼下 面对同情的声音法院又会怎么判决 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 通过调查发现被告人孟广宪的做法实属无奈之举 2015年7月30号晚上8点左右 刚刚回到家中的孟广县夫妇 还没来得及坐下喝口水休息一下 就听到二儿子孟宏雪的叫骂声 老两口不明所以赶忙去迎接 二儿子孟宏雪已经35岁 早在几年前就分家了 在村里的集市里居住 自己也组成了家庭有了孩子 按理说生活应该幸福美满 可谁知孟宏雪有手好闲从不干正经工作 而这次来到父母家中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要钱 可从家里老旧的家具就能看出来 老两口的生活并不富裕 所以没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谁知孟宏雪不干了 情急之下对这两位老人大打出手 父亲孟广宪急忙往屋内跑 可儿子并没有罢休 抓住父亲将他拖到院子 然后死死掐住父亲喉咙将他抵在墙上 眼看父亲脸部战红 憋得无法说话 孟宏雪依旧没有松手 母亲沉金梅急忙上去分开两人 紧接着孟宏雪抄起一旁的钢筋棍 对着老两口打了下去 年近六旬的老两口怎么能扛得住如此要命的殴打 为了活命孟广宪选择反抗 一把夺过孟宏雪手中的钢筋棍 可孟宏雪并没有罢休 用双手死死掐住孟广宪的喉咙 我死在孟宠 我给他一换手 咋做一盒都叫合不开 他玩的一瓶玩了 我玩的一瓶也混了 几人相继晕倒 大约20多分钟孟广宪逐渐恢复意识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儿子震惊不已 急忙上前检查儿子的伤势 可孟宏雪早已经咽起 感觉到事态严重的孟广宪急忙让老伴将大儿子喊了过来 我父亲让我报了一件 他当时他的管无落脖子基本上都舍不太话了 警察到达现场后发现三人分别躺在不同的地理 而孟宏雪已经死亡 事情到底是否如孟广宪所说 警察决定分别给几人咽伤 35岁儿子不停啃老 六旬父母拿不出钱反遭殴打 父亲为了自保亲手杀死儿子 医生鉴定发现被害人孟宏雪曾多次用皮带抽打父亲 并且用手死死掐住父亲喉咙 随后操起一根钢筋棍疯狂击打父亲的腰部 令人不解的是几十年的养育之恩 仅仅因为没给钱就下如此重的手吗 从卷宗显示孟宏雪喜欢喝酒 喝醉后没事就去找父母要钱 殴打父母 一个月里面有四五次殴打行为 警方曾多次出面调解 那么在村民心目中孟宏雪和孟广宪分别是什么样的呢 记者来到孟广宪一家生活的地方 在当地人眼中被害人孟宏雪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 村民只要提及被害人孟宏雪就气得牙痒痒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早就打死了 孟宏雪从小就游手好闲 孟广宪夫妻俩老是本分不知道该怎么教育 孟宏雪长大后又长期啃老 买房结婚生子以及日常花销 都是依靠父母在外打工证的微薄收入 孟广宪说到儿子也是不停摇头 他尝试过劝儿子去工作 但是没有结果 更过分的是前年老两口出门工作 找不到人的孟宏雪直接将家里所有能值钱的东西变卖 孟广宪老两口在工地干体力活 可当他们把这些血汗钱给予儿子后 换来的却是儿子长期无端殴打 2015春季的一天 老伴像往常一样在家做家务 谁知酒气熏天的孟宏雪闯入家中 什么都不说对着母亲大打出手 只因媳妇跑回了娘娘 他就拿母亲撒起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村民看在眼里 被人阻止的孟宏雪并没有紧急 提了一罐煤气扬言要将母亲的家榨 正在路上的孟宏雪被村民发现 及时拦住了他 本以为能消停两天 谁知一周后孟宏雪喝多了居然掐住女儿喉咙 眼看孙女要断气了 母亲急忙上前制止 却不想引火烧闪 孟宏雪双手死死掐住母亲 好在村干部们及时赶到 卡了个马的脖子 几乎都把他马都卡过去了 村干部的劝阻并没有起作用 再看到陈金梅眼珠已经开始上番室 村干部坐不住了对着孟宏雪猛踹三脚 才将两人分开 有一个月孟宏雪打了母亲六次 其中有五次村干部都在现场 如此严重的家暴为何警察不管 父亲孟广宪在村民眼中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人亲手杀死儿子 村民却都说他是个好人 他好团啊 在外老人孟广宪的为人让邻居不停称赞 但是作为父亲孟广宪又有着怎么样的口碑呢 村民说这个问题很好解答 看看两家住的地方就知道了 孟广宪劳两口的房子从外面看破败不堪 砖瓦早已破烂 而屋内还是以前的草系外家文章 家具全都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除了电灯基本没有什么电气 如此房子一住就是三十年 整个村里找不出第二家 随后村干部带着众人来到儿子孟宏雪的房间 并入眼帘的是一层崭新的砖平房 这些都是孟广宪夫妇一砖一碗新次盖起来的 每家都有四个门面再加上迎接 虽然是农村 但一间门面至少也能值五万块钱 而这样的房子孟广宪建了三套 全部分给了三个儿子 没有留给自己一丝一吼 看到这孟广宪作为父亲的口碑不言而喻 孟宏雪不仅打父母 就连大哥也不例外 三弟因为常年在外没有收到波及 家里的事情也管不了 一个月民警多次到场 如此严重本该重罚 可每到处罚的时候老两口都要出面阻碍 再怎么做父亲的也不愿亲手将儿子送监狱 民警无奈每次只能以口头教育为主 但这样的教育使得孟宏雪变本加厉 不会拿起法律武器的孟广宪最终酿成了这次悲剧 现在需要确定的是孟广宪属于正当防卫 还是防卫过当或者是故意杀人 根据孟广宪本人叙述争执发生后 他一棍打在儿子孟宏雪头上 导致他当场死亡 孟广宪不否认自己打死了儿子 但他认为这并不是自己有意为之 更何况案发使他的性命遭到威胁 可随后公诉人拿出的证据让孟广宪崩溃了 经过法医鉴定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孟宏雪头部有多处伤痕 其中有四处为致命伤 这些伤痕全是由钢筋棍造成 由此推断孟广宪打了至少七下 看着儿子一张张血淋淋的照片 孟广宪崩溃了当场承认的事实 孟广宪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法院经过讨论最终判处孟广宪有期徒刑三年 在审判长宣判完后 被告人孟广宪当庭表示 服从判决不在上诉 你们觉得孟广宪属不属于正当防卫 他又该不该判刑